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不在家也是一样的啊 不在家也是一样的啊 我会从一进门开始收拾啊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受不了的 我就不停的跟在后面捡啊 就是受不了这样子 一路收拾回放些了 对对对 然后呢 刚好就 没有 还有信条底裤啊 晚上可能不太配合一些特殊的要求 晚上的时候放屁很大声 连环咯 应该很多人都会吧 应该你也会放过游戏 就一阵阵的差不多吧 这会放屁的问题有点奇怪 嫌弃啊 有时候不回来睡觉 回来睡觉有可能还会把我踹在床底下去睡之不好 跟你在一起 谈恋爱情 可能我跟着那样子 谈恋爱情我不知道吧 谈恋爱情不知道 装的太好了 谈恋爱情我也不跟他睡 小气 刚才玩扑克牌 输的钱都要找我要 那有什么开放药 那样都没有 那这种我可能第二天就不会理他 当天就不会理他了吧 那你觉得有什么开放哪些人去看 那不一定了 那不一定了 对啊 女生也很费劲的 啊 你不用叫 叫不如立妈 都爱洗澡 她玩不洗澡啊 我还没算过 可能怕多次了就洗很多次了 是邋遢吧 邋遢 对 那关了什么时候 不知道 关了灯就不知道了吗 那看不见了 关了灯 都一样 哈哈 长得丑啊 就丑到不忍之心 不忍之心 他们有点害羞 就感觉是我一直在主动去跟他们聊 那晚上不太熟 晚上不太熟 晚上不太熟 那晚上不太熟 晚上 晚上我也不太熟 哈哈哈哈 最嫌弃的 二十好几个人呢 完了之后还 这样的心疲力 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太懒了 有什么事情 就没有很多的那种主见嘛 然后 什么事情哦 然后还要帮他 去打理啊 一些什么东西的吗 太年人 我很难约他出门 他的另一半管很严 所以我很难约他出门 我会经常 我跟他吃着吃的饭 不然后面有条小尾巴 吃着吃的饭就过来了 小尾巴是什么 男朋友 他男朋友吗 三人行吗 我问他 我说你想叫我灯灯 还是叫我泡泡 灯灯 电灯泡 电灯泡 对 懒 懒 睡觉都可以睡到 忘记吃饭这种 一个是小气 一个是爱吃醋 小气到就是 帮你买生日礼物 然后也是他帮你挑好 然后让你付钱的那种 没错 就是这样子 然后说我帮你选的 最后还是让你来付钱 我觉得他特别弱智 情商敌 情商敌 什么情商敌 第一次约会他带我去看电影 结果你猜 带我去看什么电影 侏罗纪公园 我们去的时候 电影院全都是小朋友 汪场 好尴尬 然后 我当然不知道他在选什么 你是想给他看什么电影 就是比如说爱情片也好 文艺片也好 他竟然带我去看动画片 看完电影之后呢 怎么样 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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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他太笨了吗 他太笨了 你以为是怎样呢 我以为他会抢我手啊 或者干嘛的 结果我在想 他看着恐龙都不敢下手了吧 看着恐龙都不敢下手了吧 你觉得呢 要开始可以做真婚节目吗 好不好 真男朋友 杨洋包的很重要 是吗 可以吗 他也很需要 他看起来更需要 你想让她拥来更需要 积极阳光开朗 幽默感的 有幽默感的 长相 长相顺眼就好了 她谁最顺眼 她说长是最明星 明星里面 我要一说出来 人家会说这还叫不看长相啊 吴亦凡 嗓一嗓这里即可关注